提到SUV鼻祖非福特列马莫属 这款车自1966年初代推出 就获得了很多专业越野爱好者的青睐 在本次北京车展上 福特列马也是一批列马横空出世 那今天我们体见的就是福特列马的长 在美工设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长坛版它外观设计是致敬1966年 这个首代的列马这么一个相关的设计元素 采取这种方合色的设计理念 棱角分明看上去非常高达威猛 它双炮圆灯的设计也十分的新颖 中网采取这个镂空式的设计 又增加了它这种科技感 白色的列马的logo 配上黑色的中网 感觉相当的酷 在车水分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家伙 它的车长是达到了4800毫米 轴距是达到了2950毫米 车侧面有更多这种运动化的黑化元素体验 四个大脚是不是吸引你的注意力了 这四个大脚可是大有来头 福特列马长滩版是采用了 全车系独有的32英寸全体型轮胎 尺寸可以达到25570R18 这个32英寸全体型轮胎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乘坐舒适性 和更低的油耗表现 所以这款车型更适合拥挤的城市用车环境 后备箱是采取侧开形式 整个呈现是不是将这个专业的越野范拉满了 硬派感十足 如果你认为福特列马长滩版 它只是一个惠叶叶的操汉子 外观比较硬朗 但是内心却是一个大值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它的内饰呈现一定会惊艳到你 整体内饰设计 我觉得用新颖二字不会过吧 它这个内饰是以地貌元素为设计理念 很好致敬了福特列马这种传统的越野元素 但是用量方面的相关提升呢 又让车内增加了豪华以及精致感 123英寸的液晶衣宝盘 加12英寸的液晶中控屏 这两个大屏呈现 无疑将科技感拉满了吧 而且这个大屏是搭载福特SYNC2.0 智行互联系统 它有更丰富的功能拓展性 与更好的稳定性 可以支持无线carplay 双区的语音控制 FOTA的远程升级等相关功能 所以称它为移动智能座舱一点也不为过 大屏是采用高通骁容的8155高算力芯片 最高算力的可以达到105K 所以车机播放的动画效果更加真实炫酷 支持无人机的联动 可以在极限的环境下 中控屏直接显示无人机视角观测前路 让我们对路况一览无余 当你开上一台福特列马 要奔向更远的适合远方的时候 智能辅助驾驶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ACC自行巡航BLIS盲点监测系统 相关这些智能辅助驾驶加持 让我们行车更加安全便捷 另外8个超声波毫米雷达 5个高清摄像头 3个毫米波雷达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这样车如果开的足够远 可以陪你适合远方的话 座椅其实对我们驾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可以看到呢 福特列马长坛版呢 它这个座椅 整体的呈现 就是一个字 舒服 符合人体工学 而且它这个座椅设计层次感十足 整体给我们呈现呢 就是那种超强的包裹感 但是呢又有一定的硬度支撑 所以当我们在进行专业业的同时 它可以给到我们更多的保护 以及那一定的舒适感的呈现 所以台北专业老婆打造越野车 可玩性当然是必要体现了 所以看我面前 所有的相关这些展示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老婆的话 对它的呈现还满意吗 所有常用相关功能配件 都给你安排上了 我们这个版本呢 是采用真皮座椅的呈现 前排座椅呢 是给我们安排上了 加热以及电动调节的功能 非常便捷 谁说转越野车 不能越野舒适两相宜呢 坐进列马福特长摊板的后排 2950毫米的轴距 给我们提供了大空间 即便你身高达到1米8 坐到后排呢 也是轻松无压力 而且座椅设计方面 舒适感跟前排不出一辙 足够长的大腿承托 以及后视的坐垫填充 让后排的乘客 一点也不感觉到委屈 还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往头顶看 普特列马长摊板呢 它是进行了模块化的设计 让我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车顶可以轻松拆卸 而且车门也能拆卸 并且车门拆卸后呢 它的外视镜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当把四扇车门拆卸后呢 可以便捷的存储在后备箱内 20余处的可拆卸模块 加上10余处的改装预留孔位 为我们专业的玩家 提供高度自由的改装空间 另外它也可以选装重型模块化的钢质前杠 让它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还可以安装脚盘防转杠等越野配件 有家人们可能会质疑 福特列马长摊板会不是拔牙的老虎呢 是不是还是大脚板最专业呢 如果你说这句话可就是大错特错了 福特列马长摊板呢 是配备了HOS S1.0的这个悬挂系统 分14区后电控机械差速锁 4.27主简速笔 以及呢与长摊大脚越野板完全相同的 GOAT全地形智能管理系统 它可以实现242毫米的最小离地间隙 800毫米的最大涉水深度 以及38度的空载接近角 31度的空载离去角 和22度的空载纵向通过角 越野性能高于所有的城市SUV车型 哪怕我们进入丛林泥地 也能轻松应对 在动力方面呢 它搭载了2.3升Eco Boost发动机 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202千瓦 最大扭矩可以达到429牛米 在传动方面呢 它是采用10AT的变速箱 变速箱整机呢是采用全铝壳制造 整体重量106千克 拥有10个前进档位 前6个档位为减速传动比 第7档为直接传动比 第8到10档为转速传动比 整体持比范围仅为7.34 所以换档更为平顺 发动机的转速更低 油耗也就更低了 相比传统城市SUV市场竞争的火爆激烈 我们可以看到硬派越野SUV市场呢 在国内还是一个方星外的状态 整体呢还没有达到饱和 我觉得福特列马的推出呢 还是有它的聪明之道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没有将产品 局限在非常小众的这么一个 极限越野用户群体 而顺应市场潮流 被更主流的城市SUV客户 提供了越野性能更加强大的 升级替态产品 今天呢 而且品鉴的这款福特列马 长摊版呢 它的售价仅为33.78万 但是相关配置 大家刚才了解到了 是不是非常全面 就是要是这款车 除了兼备最过硬的专业越野能力之外 它还能在城市内轻松游走 所以你对它动心了吗 那关于这款车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给我们留言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品鉴再见了 拜拜